在今年的春晚舞台上有很多创新 其中像节目锦绣在设计和创新上突破 可以说是最大的 它是首次将全息技术登上了春晚舞台 视觉艺术效果立体 生动 虚实相生 让观众看到了多姿多彩的文化艺术 瑰宝四大名秀 锦绣中真假李宇春同台秀 堪称整台晚会前所未有的最大看点 很多观众看后都充满了好奇心 这样逼真的视觉效果究竟是怎样实现的呢 这里就是春晚一号大厅的主舞台 创意类节目鼠秀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完成的 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屏幕上看到的 四位李宇春和几位身着华美秀衣的模特 就是通过这个巨大的道具呈现给大家的 那我们来仔细看看这个道具 那其实这个道具是一个呈45度角的 这样一个薄纱的幕布 那您瞧地上有这样一块巨大的LED屏 那么这个大屏会播放视频 同时还会有各种灯光效果 通过这些灯光和视频在幕布上的投影 从而呈现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视觉效果 这个节目主要使用的是全息技术 全息是一种就是反射成像的一个机构 比方说这个膜它就是一个全息反射膜 它是一个45度验射的一个原理 它利用地面的影像源 然后再折射上去 然后形成一个假立体的人 比方说这个真假人可能会同时出现 比方说一个人会分辨成两个人 但是这个真假是分辨不出来 全息技术的实现所要依托的重要道具 是一个上吨重的钢架 和一块重达几百公斤的LED大屏 每次上下舞台 都要有30多个工作人员同时搬运 由于春晚舞台设计之初 并没有预留大型设备上下的通道 而道具上下舞台又有固定的实现要求 因此锦绣在创意之初 就面临着场地局限的天然障碍 基本9米乘5米这样的一个体量 其实反射膜是一种特别脆的 特别薄的一种东西 然后而且特别容易拉伸坏 就如果要才搬应的时候 稍微有一点拉伸 它成像出来的人脸就会变形 又不能把它拆开 在台上组装就得整体上下 全息技术是这些年都想尝试的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一号厅舞台的限制 所以每次在操作过程当中 就是很难往下推行 但今年因为有两个厅 所以就给这个全息实现 有了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两个舞台的出现 满足了全息技术实现的客观条件 但单单有技术还远远不够 就如果你光有一个形式 只是一个人物的变化 可能就是炫技 实现一个技术 还是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内容来呈现 全息其实它最大的特点是真假难辨 那我们当时是因为 有离一首首歌的时候 听到这首歌就觉得 四大名秀这个概念 其实这是又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 又是一个费物主文化遗产 中国的刺秀是能够完成千变万画 这种感觉的 所以当时用了这么一个选题 李宇春干净阳光的形象 以及充满传统文化元素的歌曲鼠秀 完全契合了春晚舞台的需要 演员和节目方案确定下来 紧接着进入到紧张的前期拍摄 李宇春和模特的虚拟部分 需要进行大量的抠像拍摄 而重点和难点则在于后期 如何让真人和虚拟的影像 天衣无缝地配合 我觉得比较难的 其实在于舞蹈的部分 它那个全息技术 需要点对点 非常的精准 能偏差一点点 那个视觉效果就不对了 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一遍又一遍 整个脑子要被打乱 然后要重新学一遍反面的动作 这对于一个肢体的协调 还有记忆上面的 很有可能是出现混淆的 这样的一种状况 所以在前期的排演当中 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心力 去克服这样的困难 四大名秀的展示 可以说是贯穿整个节目的 一条主线 模特从节目一开始 就在虚实之间变换演绎着 一套套刺绣礼服的华美 不管是模特也好 李宇春也好 你人走路 我们每一遍都不可能 走到手的位置 表情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这个就要求精准到 必须你手的高度 连一公分两公分的差距 可能都不会有 所以我们之前 在拍的视频内容的时候 会在街上贴一个条条 你这次手到这儿 下次手还要到这儿 台前四个李宇春 同时一展优雅舞姿的背后 还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李宇春告诉我们 他从来没有想过 会以这样独特的方式登场 这次出场 应该是我的歌手生涯 到目前为止吧 我觉得最难忘 最特殊的一次 备场方式 我整个的那个 在后面准备的时候 要一直自己拎着一块 挺大的一块黑布 然后我要躲在那个黑布的后面 这样的话就不会 前面的光透过来的时候 我不会穿帮 然后特别好玩 就是我上场的时候 我自己还要手的拍子 把那个黑布给扔下来 然后扔的那一瞬间 还要自己做个舞蹈动作 感觉特别的潇洒 但其实是 在准备的时候 是特别狼狈的 而且我每一次 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都有点担心 那个绳子会不会 盼到啊 绊到是吧 对 绊到 然后尽量让那个动作 显得很干净 鼠秀作为春晚舞台上 唯一一首中国风的流行歌曲 以唯美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 诠释了中国刺绣的文化内涵 可以把这样的一首 代表家乡的歌曲 其实也代表中国文化的 一首歌曲 在央视的舞台上来呈现 我自己感到特别的骄傲 同时也希望说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 可以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我们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